一般说王阳明的思想 有三 三个最主要的纲目 一 心及礼 二 执行合一 三 治良知 心及礼 本心就是天理 这个心不是心念的心 是本心的心 明心见性 这个本心 而这个明心见性 是放在儒家生生法而说的 就能够入于生生造化之源 这生生法 这本心 记得 它是代表 心之所发意 意之往上提为至 心有定主的 本心是有一个定向的 就此而说的 本心就是天理 也就是我们那内在的 根本身 生生不习的 那个本体之心 就是天理 就具有普遍性 理想性的 客观法则性 也就是从 也就是从我们自己内在的 本心 因本体意志 来确立 本体意志 来确立 道德法则 内在的主体性 跟客观的法则性 连接在一块 而这个内在的主体性 是连接到那个本体 说了 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那当然强调着 知行合一 集知 集行 知 前知 大使 坤 做成物 这个知 讲的是 掌理 管理 是有一个 动向 掌理 要实践的 所以前知 大使 刚建的 前原则 作为创造性的 原理原则 强调 就落实 这落实 它重点在知 知 就知力 管理 掌理 还有 理解 权势 掌控 管理 决策 执行 前知 大使 这个识 代表根源 大代表普遍 就是普遍的 根源的 也创造性的原理 它是掌控一切 坤 做成物 坤 具体性 实存性的原则 钱 代表普遍性 根源性 创造性的原则 坤 是具体性 实存性 生长原则 关联着 钱 落实 坤 做成物 坤能 做成 万有一切 地生育的 万有一切 钱 创造一切 地生育一切 如同 父经 母邪 生育 胎儿一样 创造 所以知行 合一 知 前知大使 行 坤 做成物 知行 合一 这知行 合一 其实免除了 以前 知而不行 的毛病 而 即知即行 这个知 就是行 所以 知 是行之事 行 是知之成 知是行的主义 行 是知的功夫 知而未行 等于未知 知行不二 知行合一 这个知 当然不只是 认知的知 它是良知之之 本体之之 但也包运了 认知之之 在一面 所以你 见父 自然之孝 你要去理解 你的本心 从本心的决性 你对父母亲 是要孝顺的 见兄 自然之地 你兄弟 是要 彼此相爱的 以照本心来说 这个本心的本体 它跟共同体 是通在一块 就共同体的公共性 普遍性 跟本心的本体性 超越性 神圣性 是一个 这样下来 我们就慢慢清楚了 而 杨明 用一句话 简单的说 叫知良知 良知者 知良也 良知 是知道 如何是良 是知善 知恶 知是知非 并且 为善 去恶 并且能够 是其所是 而非其所非 有是非 有标准 有善恶 清楚了 能为善 去恶了 至良知 于事事物之上 至良知 天理 于事事物之上 就推至这良知 良知 代表一个 知善知恶 为善去恶的 一种实践动能 而推到事物上去 把它实践好 就可以了 我常举例 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玻璃杯 放在 桌子的边缘 你看到 你立马会把它移动 放到中间去 因为那样 才不会 不小心 玻璃杯掉下去 破了 放在安稳的地方 能够真正的 在这地方 稳稳渐渐的 摆放 这就是一种 必要的 真正这样去实践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至良知 是知行和一定外说法 而 这个良知 其实本心 所以从心急礼仪 知行和一 致良知 这说法 其实 三者是何唯一 心急礼仪是就 本体上说 执行和一 是实践论说 致良知是和本体 跟实践 一句话来说 就是致良知 这是洋民的 致良知教 简称良知教 这是我们对洋民学的 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把握 好的 我们今天 就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轮 这个地方 是 我们下轮 这个地方 我们下轮 下轮